乐观下的凤卫竹 此起为已故著名作曲家 施光男老师的经典之作 几乎人人都会哼唱 此起用葫芦丝来演奏 比较优美 动听 但是用一支葫芦丝同一种执法来演奏 存在一个音域不够的问题 有的人就采用身高或降低八度 来演奏某些超过葫芦丝音域的音 这样一来 我认为破坏了音乐旋律的完整性 流畅性和优美性 我认为解决办法有两个 一是采用转调来解决 这样一支葫芦丝便可演奏全曲 也就是第一部分统音作缩来演奏 第二部分统音作多来演奏 这样一来两段的调就不一样 出现了转调 前缩等于后多 也就是前半部分的缩音和后半部分的多音的音高 是一样的 这样听起来效果也不是太好 二是为了保证调不变 保证音乐的完整性和流畅性 只有更换葫芦丝 这样一来会出现前后音色不一样 如小低调和大基调配合 C调与大F调配合 降B调与降E调配合 都存在音色差别的问题 但这样配合演奏不需要转调 音乐的整体感和流畅性会比第一种方法更要理想些 再说两支葫芦丝 两种味道 有角色变换之感 有男女对唱之感 故演奏时 我主张第二种方法 此起的演奏技巧 很好掌握 查音技巧有 滑音 谍音 锡纸掺音 大家多听几遍示范曲 便可模仿演奏 葫芦丝包的演奏虽然简单 但是要想演奏好 得花一番功夫 必须把气 指 舌 三个基本功练好 多听 多练 把这一对乐器的独特音味表现好 本专辑的制作 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新的尝试 还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将倍感欣慰 其中的不足之处 还望大家 即以指正 我将感激不尽 最后 祝大家的演奏水平 祝日提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